一网打上几万鲸鱼 它们有着怎样的绝技 鱼儿为何乖乖入网 湖面下究竟受有怎样的鲁鱼魂阵 美中国乡村行之千岛湖快乐亲自游 你将播出敬请收看 中国美战乡村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度云又和您见面了 那今天我们旅行的脚步 会为您停留在哪里呢 一起来看 今天的节目 我将带您走进美丽的杭州千岛湖 杭州的千岛湖 与加拿大的金斯顿千岛湖 湖北黄石的千岛湖 并称为世界三大千岛湖 它距离杭州有129公里 距离黄山是140公里 是镶嵌在杭州千岛湖黄山 这条黄金旅游线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今天呢 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将带着两个家庭 一起开启一段快乐的亲自之旅 大家好 我是小时 美丽中国千分行的这一站 我们就来到了杭州的千岛湖 千岛湖啊 可是世界上拥有岛屿最多的湖泊了 那在这里会有什么神奇精彩的独特之处呢 这一次啊 我就跟这两个家庭一起开启我们的快乐金子之旅 来跟大家打一张货 嗨 大家好 嗨 嗨 我是好 来自千岛湖 这次将由我儿子给大家开乐向导 嗨 我只有一个 我们是来千岛湖旅游的 希望我们有一次快乐的旅行 好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出发 千岛湖景区总面积982平方公里 其中湖区面积573平方公里 湖内兴罗旗步着1078个岛屿 将湖面分割成宽窄不同曲折多变的水上迷宫 在这开拓深远靠脑的湖面上 有一种神奇的补鱼方式 您一定不容错过 我现在就在一艘庞纳的船队上面 这艘船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艘船 它是提供餐饮和会议的地方 而我现在站的这艘船 就是员工住宿的一个地方 而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这些 由一只只小船拼成的小船队 它是作业船 来 悠悠航航 我们一起一块喊 出发捕鱼咯好不好 出发捕鱼咯 我们坐着观光船 已经来到了这个渔场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巨王捕鱼 马上就要拉开序幕了 看我们的现在孩子 已经高兴的在等着 马上一会儿巨王捕鱼的时刻的到来 一会儿想看到大鱼吗 悠悠 想啊 今天下着非常大的雨 但是这些渔工们 还是风雨无阻的 在进行着巨王捕鱼 旁边有两条船 然后对面有一条船 这个是我没有摆什么队形吗 中间那个船就只拉网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网慢慢地缩小 然后边上这个 把这个网给它踢牢 踢牢的话形成一个保护 后来的话这个网要沉掉了 沉下去 它的鱼跳跃了位面 现在这个渔工们 已经开始一起喊起了耗子 这渔船呢 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 哇 已经看到有一条大鱼 跳出了水面 哇 又有一条 哇 现在已经有这个灵星的几条鱼 不停地跳出水面 而且这个个头看上去 一点都不小非常大 我想问一下这个叶队长 你看我们现在鱼为什么会跳出来呢 它是这样的 它这个网里的鱼 其实是两种鱼 一种是这个鳞鱼 一种是鱿鱼 其中这个鱿鱼它是挺底的 它不跳的 但是往那里的底部 其中是起跳的鱼就是鱿鱼 鱿鱼它一受到惊吓的话 它就是往上奔的 哇 现在越来越多的鱼 已经跳出来了 而且越来越宽恒 哇 现在鱼工们又开始了 新鱼工的拉网 哦 有的鱼已经挂在了鱼网上 没挨起来了 现在真的是群鱼共舞的场面 外鱼欢腾在这个水面上 哦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个场面绝对是难得一见 非常壮观 现在我们的这条鱼 越来越接近 哇 越来越接近船舱的位置 鱼跳动的更多了 我们这个鱼 一会儿将会踏到哪里呢 把这个网里的鱼 然后这个 倒入这个鱼水权品上 然后这个进到这个我们的一个进氧基地 然后这个生息 再氧 再死它 然后再变上了这些水面 哦 现在我们现在我看到 已经有非常多的鱼 不足利的水面了 你看 它们现在已经笑不透了的感觉 你想问一下这一宝鱼大概能有多少啊 那我现在发现了这个 这个我将近七八万 七八万的鱼 这一网鱼就已经七八万斤了 你看看 哇 我已经看到一条好大的鱼 我们刚才看到呢 已经有几个鱼工在这个鱼池里边进行捞鱼了 那在这个七八万斤的这一网鱼里边 到底哪条鱼最大呢 会有多重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来 好 我们去看看哪条鱼最大好不好 好 看看最大的鱼有多亮 哇 哇 跟我讲讲的鱼啊 哇 妈妈 跟我讲讲鱼啊 我也这么样 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沉 我很难用一只手去把它提起来 看一下这条鱼的长度 大概能够优优已经差不多高了 这把我脖子的 你见过这么大的鱼吗 我说这么大 来 你来拿一下 看看能不能拿着走 来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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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提起来 提起来 哈哈 哈哈哈哈 一般我们在家里的话 一般都这么大 好像有二十多斤重的 我没见过 第一次看了这么多 人有庞悟 这第一次 其实很动人 对 跑了这么多的地方 我还是第一次看 今天就是很开心 就是第一次见了这么多 以前在电视上看 原始的生菜的条件下 看到这么鱼 我们就感觉我们中国人有口肠 老百姓有鱼 鱼的价格来计算的话 这一网鱼能卖上一百六十万元呢 千岛湖的巨王骨鱼 被誉为中华一绝 绣水器官 看一次巨王捕鱼 每人收费八十元 可是 在这五百七十三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上 要想一网不捞上几万斤的鱼 可不是容易事 当地人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独门秘笛呢 跟随小时一起去看个究竟吧 巨王捕鱼到底是怎么布置这个迷魂镇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迷魂镇就已经开始 变形布置了 我现在呢 就站在这个下网船上 因为这个下网船上的空间比较狭小 为了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 我们现在暂时让他去其他地方玩一下 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处置这个迷魂镇 应该是第一步骤是吗 对 这个是第一步骤 先把这个狼网给了设置好 现在我能看到 因为一头啊 它是伏定到那个树枝上了 你叫做的那个树枝盖上 然后再往那个核对岸去拉这个网 这个就叫淡江树网 就是说从岸的这边 这个把网头给它调好 然后树的对岸 把这个整个这个一条江 给它拦截掉 拦截掉 这个叫做淡江 现在红武捕鱼队的队长说了 他们用的是蓝 杆四张捕鱼板 根据这种捕鱼板 他们要布三张网 首先就是蓝网 蓝网是绿色的 蓝网连起来有七八公里长 依照地形围成的鱼场水面 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面积 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布阵了呢 我看现在这个下的这个网 颜色好像跟刚才不一样 跟它绿色 这个是红色 这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张网 这个我们在这个放张网 把这个放过去把这个蓝网 给它连接好 这是一个缺口 说这个拿来这个处鱼 禁鱼处鱼 还有这个取鱼的处鱼 第二张网就是张网 它里面可是有一个能让鱼 进得去出不来的重要机关哦 在围起来的蓝网上开一个口子 与张网通过特殊的八字网相接 张网的形状就像布袋或口袋 底部是有网的 主要是用于集鱼和取鱼 张网内前后装置两个八字网衣 鱼儿从八字网口进入 外面大里面小 进得去出不来 它的长度有一百余米 高度三十五米 这便是最终收获几万 甚至几十万金鱼的巨网了 第三张网就是刺网 放在蓝网所形成的包围圈中 刺网的作用就是将蓝网中的鱼 赶到张网里 这样迷魂阵就布置好了 我们现在就等鱼儿入网咯 再等鱼儿入网的间隙 小时跟随叶队长来到捕捞队 鱼工们每天都会在船上进行着这种特殊的业余活动 这个呢就叫做喊耗子了 夹八斤呢 嘿 坐 七万呢 嘿 坐 嘿 坐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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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是休鱼石的场影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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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工们虽然一个月只能上岸一次 但是他们却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这也给两个新子家庭带来了很深的感悟 抓大鱼 留小鱼来 保资人了 有希望咯 今天是一个收获的日子 捕捞队精心布下的第二张大网要收网了 小石和两个家庭一起再次见证了巨王捕鱼震撼人心的场面 虽然天下着雨 但是我也要跟鱼工们一起来尝试一下 这个巨王捕鱼心情还是非常的兴奋的 刚开始网是拉得非常轻松 但是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吃力了 随着拉着越来越吃力呢 鱼工们也一起喊起了拉网耗子 嘿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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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鱼放得越来越多呢 我们的拉网耗子喊得也越来越快 这些鱼在湖面上不停地跳舞 而他们激起了这个雪花再给他们打个鞋发 好像音乐一样 咱们的喊起来越多了 我们的家庭人 大不停地跳舞 这些像是北京的那种 这些像是北京的那种 现在是北京的那种 这些都是北京的那种 我跟鱼的那种 是北京的那种 逆啊!逆啊!逆啊! 喔!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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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鱼离我越来越近了! 停啊!滴起手就能碰到鱼了!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我越来越建议 我们这艘小船的船身 已经上到一近45度角 开始兴洁了 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从现在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这条鱼是最大的 我现在好像 出场就能看到你呀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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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巨网捕捞上来的有机鱼 不仅带来视觉畏惧的享受 游客还可以参与一下有机鱼的文化体验 这不小时和两个家庭又进行了一次更神奇的体验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一位鱼踏老师 来教我们如何把一条有形的鱼变成一条有创意的鱼 鱼踏就是将各种采墨直接涂在用盐水洗过的鱼体上 然后将旋纸铺盖在鱼身体上踏硬 它的好不好关键在于对鱼体尾部的颜色 背部的颜色以及眼睛的映射上 一幅优美的彩色鱼踏作品 行神兼备果灵活见 小时悠悠和航航分别以绿色蓝色黄色为主色调 他们做出的鱼踏作品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啊我们用色彩诠释了我们自己心目中的这个鱼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话在喜欢人的时候应该是无价的 美丽中国行快乐亲自由 时间过得很快这次我们的旅行呢也要恋恋不舍的结束了 大家玩得开心吗 开心 还有就是我近期心交交一个小朋友 他是悠悠小朋友 我舍不得姐姐和哥哥 嗯我们也舍不得你 那妈妈觉得怎么样 嗯这是我和女儿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亲子之旅 嗯非常谢谢哦非常感谢 好好是他的爸爸 嗯好那爸爸觉得怎么样 嗯通过这次快乐的旅行 嗯我觉得我跟我儿子呃增进了感情 嗯嗯然后呢呃平时也没呃时间啊 他这么尝试了我感觉蛮开心的 嗯我觉得大家对这次旅行都是觉得玩得很开心很快乐觉得很有意义 那小师我觉得呢在这里啊我不仅领悟到了你看这么美丽的景色这么美丽的生态 而且啊还了解到了古老智慧的这种智王捕鱼 他和他们建立了这么深厚的友谊 充满了一段段这种快乐的回忆 那好了我要走了 好好我要走喽拜拜 拜拜 拜拜 美丽中国乡村行我们继续出发 美丽中国乡村行我们继续出发 您看啊这巨王捕鱼的场面是不是真的很壮观呢 目前巨王捕鱼已经从单纯的渔业技能转化为国内外文明的旅游项目 农业产业链得到了延伸 附加值得以提高 一条条有形的鱼已经成为旅游的金字招牌 这就是千岛湖旅游的真正美丽所在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多云和您明天不见不散 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在走近河川 不辣美食之旅自有新的演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